10月14日凌晨,小S发文透露在新冠肺炎发病的第十天,他终于痊愈转阴,正式复工。 据悉,小S在10月3日感觉到身体不适,紧接着就是发烧跟喉咙碰,很快就被测出阳境,正式感染新冠肺炎。 可能是生病期间,美味口吃东西导致小S瘦了,颜值意外回到变分状态。 网友赞美他的第二张图气质崩溃,有点像大S。 网友纷纷表示,瘦了之后太美了,10月9日,有媒体直接联系小S,当时他情况已经好转,但根据防疫政策,他还不能出门,需要继续隔离。 今年5月,小S的助理确诊,当时两人曾一同用餐,小S成为密接者,事隔5个月,他还是去诊了。 另外,小S确诊期间,他与妈妈的网络广播节目搞成了老娘。 小S和S妈的超展开对话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。 小N在节目中透露,自己最大的遗憾是十年前爸爸过世时,居然没人听得懂爸爸的灵魂语言。